耶稣说好书结好果,坏书结坏 这好书和坏书,是不是有针对性 好书坏书,好书就是从我天后来栽成的 对不对,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加个真 真葡萄树,是不是啊 真葡萄树从哪来的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变的人 对不对,那得真树上从接下来的果子 咱们今天想吃葡萄树,必须栽葡萄树,对不对 唯一股好葡萄树结出葡萄树才是好呢 我就拿那个野葡萄结出,那永远是野树增长 花团干什么,你想叫他结好果,能够结 啊,不能结 那边别,别懂 我想吃石榴,我就得栽石榴树,对不对 我要想吃红葡萄树,我就得栽红葡萄树,对不对 那我栽一个三里红,我栽个刺鸡子 能不能结出来 有多少人 我要想吃,我要想养羊,我就得去买羊羔,对不对 那我买,不买羊羔,我买这个的动物,都不能变成羊 是不是,因为上帝起初造的就是各种体内的 那果子,一果,在雅各书上说栽种的一果 那栽种的一果,那一果从哪来 你必须把一果栽种了,才能结出一果,对不对 把一树栽上去,才能结出一果 我连耶稣这真果的树,我都被栽在心里去 我要想结果,就得拿哪个结 现在这件事就被教会普遍的采访 拿,铁肉,结一果 他忘记了,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异而活,忘掉了 忘了,忘到后去了 王弟兄,你讲道,我从前也看见我,怎么不懂你 你跟我理解就不一样 我说,当然理解不一样,你往路上理解,我往灵上理解,那肯定理解不一样 那要理解能一样,是坏的,对不对 那么理解的是普世性的,这么理解的不是普世性的 对不对 很少这么理解的 我要想结果,我要想吃葡萄树,必须摘那个真果的树 这真果的树,是属灵的果的树,天上的果的树 是父神所栽种的 对不对 那我心里要想,我要想 接触属灵的果子,我必须接受一个属灵的生命 不接受这属灵的生命,我就想接属灵的果子 永远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的 而耶稣来的,你都没办法接受属灵的果子 接一伙,栽种的一伙 我把地里养种的,我要想吃玉米 我是不是在地里种上玉米种的 接受才是玉米 那我种辣椒 接什么 辣椒 种茄子 出来的时候还埋怨 是怎么做 善人的 我要吃玉米,为什么切出辣椒呢? 你种的是啥? 你种玉米 你想吃玉米 但是你现在各地里种的是啥? 辣椒 是不是 完了之后,你埋怨这个土地怎么不给我煎 不给我煎玉米呢? 为什么不煎? 因为 种的人有问题 对不对 这种的人有问题 为什么就这么说,没有好行为 没有行为 因为它,种的东西是什么? 情欲,对不对 从情欲收下的是什么? 所以,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说怎么说的? 你说,种的是什么? 血气的,收的就是什么? 种的是情欲,收的就是什么? 你种的是肉体的东西,棍死了,就想去收属灵的果子 那收出来的一定是败坏的 这在讲什么呢? 人的肉体是从甲章种的必须子 里面这个必须活 从属灵生的就是良善,圣洁,公义 对不对 你从肉体的情欲种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收的就是败坏 你非人拿这情欲东西,结好东西 真是傻不傻 傻不傻? 傻不傻? 你不干过这傻事,你信不信吗? 是 干过这让他动过呢 他说马一号不对 他说他干得对 他到时候他不灭我 马一号杠鼠灵树,结鼠灵果子 葡萄树,结葡萄,这对吗? 他错误了 马一号告诉你,拿羊生羊,那对吗? 那得拿狗生养的 那得千千拿困的,揍那狗 把那狗揍的够像是他生养的 对不对? 苦苦苦苦啊 实在受不了 有的时候,我一听人说话 一说血气的话,没抗着 那耶稣真有耐心,是不是? 那一个地方都是从神 那一个地方专门往肉体上讲 耶稣基督就往蜀灵生命上说 耶稣指蜀灵生命,祂是指肉体 你说气不气人吗? 那我气人 我气人就怪了 现在教会中间,一个地方都是四人 都讲肉身,对不对? 你讲这个行为 咱们今天讲的行为 和他们所讲的行为一样 会一样 会一样 那肉体也有行为 那行为是败外的行为 因为重的是情欲 受的就一定是败外 因为情欲生的必须因罪而死 心灵才能因义而活 一个死一个是活 你把死的当活的用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我就把你死的当活的用 把书土当属灵的用 有了孩子行 把以色玛利当以撒运行 什么样子 把那夏甲生的 谁生的都是生了 都是那么生法 都是一样 只要生法一样就行呗 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 圣经就不能那么清淡 如果弟兄们有心的话 回回去详细查看救援的那些例子 他们生出的东西 上帝都不越拿 对不对? 那肉体生的东西上帝不越拿 不越拿 那你还要硬往它端 头一次端 拿回去 第二次又端 你拿回去 我不要 第三次端 叭就给你打人了 说急了 神今天 神今天所要的东西 你就给他 好不好? 他不要情欲的东西 不要肉体的东西 因为 从情欲中的总和就是 这个东西 他要不死 神那生哪 他死了 从情欲中的东西 就是情欲 收的就一定是败败 从亚当你来的东西 就是情欲 情欲你收出来的就是败败 你非得拿这个 从亚当生的生命 先给主了 圣洁的 主你要不要? 爱要不要 就这玩意儿了 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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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你不说 他身体当了国际先生 就是有一个神秘 有那个 血气的神秘 要不要? 不要 不是说我要灵性感 我继续去血气 要不要? 爱要不要 不要 你看有多少人就在这种里头啊 我们今天署名的人看不生气 你说耶和华生不生气 在以赛亚书那是暴跳如雷的 是不是啊 耶和华生气 特别生气的 你看以赛亚书整个说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却不认识耶和华 却不留意啊 是不留意 拿着败败的种 那种是败败的种 这种是败败的种 那种不对了 那不是神撒的种 对不对 他非得了 这不是神的种去献给神 你说神急不急了 是不是急了 神急了发怒 对不对 在就业经常发怒 一把路的包挑颅类 山崩立岳 是不是啊 以色列就下颅天了 活该 活该 谁叫你上帝要不给 神不要就给 那么雅各书上这强调的行为 是强调你肉体的行为吗 不是啊 不是的 你若能看清楚 这并不是强调肉体的 你要有好行为 这是两个人 那个栽动的正菩萨树 你拿假菩萨树拿出来 你假 是不是啊 你这菩萨树 你能塑料呢 人制造出来的 假塑料的菩萨树 拿出来的 人家人有菩萨树的 叶也是绿的 上面也结着菩萨 那菩萨是假的 也是假的 不能吃 对不对 好 上机里买葡萄送给你 我买一串假葡萨给你吃 看病人去 你要不要 神也不要 你信不信 神最烦的 给你七媳妇 给你七个假媳妇 要不要 给你弄个假的 给你张画 行不行 要不要 给你儿儿娶媳妇 行不行 反正你拿出来 十五万 来 就是媳妇 要不要 不要 你不要啊 天父也不要 天父给他儿儿娶媳妇 必须是属灵的媳妇 你以为不是吗 现在天父就要给他儿儿娶媳妇 你把肉弄上去了 把一大块肉切一切 先弄上去了 行不行 不行 我告诉弟兄姊妹 若是聪明的孩子 今天你就要查验一下 何谓神的存权善乐可习的就是 好不好 查验一下 这人 上帝一定会大大的掌手 你信不信 存这样心智的人 必得大赏死他 你信不信呢 那不是我说的 那就是那么回事儿啊 今天 如果你能明确的知道 这雅各书的行为 不能把罗马书给保定了 听懂吗 雅各书的行为 不是跟罗马书的那种信心反对的 雅各书是指正那些无耐人 没有真正栽种的异果 对不对 那异苏没栽种 不能结束栽种的异果 对不对 把异果栽种 他结束树来 才结束异果 异果是天上的 罪果是地上的 异果是基督 罪果是亚当 对不对 亚当吃的是分别三个树 耶稣基督是代表 说明树 创世间的两个树 就代表两个果的 从三个树上结束果子 一定是三个的 一定不是好果 谁吃谁动毒 对不对 你想把三个树上的果子 变成生命树 永远不可能 谁吃谁死 死了活该 对不对 吃完三个树的果子 还想吃生命树的果子吗 谁要去三个树上 上帝把生命树的路 拔死了 他就认识是救了 所以他转来转去 还在上树里 转来转去 还在肉体上 转来转去 还在那分别三个树 你信不信 上帝把生命树的路拔死了 用四面发五面的剑 拔住了 去生命树的道路 免得他成为一个永不死的罪人 一旦栽在分别三个树果子 吃完了分别三个树果子 带去栽生命树 就成为永不死的罪人 现在教育中间 永不死的罪人太多了 就把手挖绿绑成为罪人了 那边就栽生命树的果子 两边都要 果子是一样的 你不能两样都吃啊 现在两样都吃的教会 这手拿一个生命树 那手拿分别三个树 吃一口生命树 吃一口分别三个树 这人是阴阳人 这阴阳人 永不死的罪人 吃三个果子就得死 你吃那那人必定死 又吃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不死的 那就变成永不死的什么人 对 对 完了 完了 说完了 教会中间这样永不死的罪人 你问他什么人 他被信了四五十年 你问他什么人 罪人呢 你怎么是罪人呢 那谁敢说谁不犯罪呀 说永不死的罪人了 我发不得这样的人早点死 我发不得这样的人早点死 一个耶和华人说 你吃那那人必定死 我发不得那人早点死 早点死就事件是少一个罪人 少一个罪人是少给地上传一些罪的道 罪人传道肯定是罪人 一人传道是传异道 罗亚传异道传罪道 罗亚传异道被人攻击 对不对 那些传罪道的最后都得被洪水淹死 是不是呀 都得受审判 谁传异道他是攻击谁 今天这教会中间有一个证据 谁传异道攻击谁 你凭什么传异道呢 你凭什么传异道呢 这次来教罪的人传异道的东西 因信成义的道就是异道 对不对 那他不要传这件事了 哪有因信成义的这些人 谁敢说谁因信成义的 你他自高自大 你因信成义他说你自高自大 自己成为义这就自高自大 因信成义是自高自大吗 嗯 你看 现在我们从福道书上借福道 行不行 福道书是耶稣基督 从耶稣基督栽中的因果 好不好 我发出的行为是圣灵的行为 是更新的行为 是信任的行为 不是我的行为 沒我的功勞,我信就行,我信是接受,行不行,別人做成救我,我接受,就栽動了一火,行不行,這是一個,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在十二節,十七節,十七節,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 是不是,第二節,第二節,十七節,信心沒有行為,有信,有信心,沒有行為,第二個是有信心,沒有行為,是吧,信心沒有行為,是什麼,信心,沒有行為,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這是第二節,信心沒有行為,那這信心沒有行為,是人行為,是神行為,是天上行為,是地上行為,信心沒有行為, 這就是,這信心沒有行為,這就是,這信心沒有行為,什麼信心沒有行為,人的信心沒有行為,什麼信心有行為, 谢谢 什么谢谢也有行为 以色列出埃及是不是行为 以色列出埃及是不是行为 那什么行为 神借着摩西行神迹 把埃及人给 掌子都给 神行了十个神迹 借着摩西的手 行了十个神迹 借着摩西的嘴 持行了十个神迹 持行了十个神迹 是消灭埃及人 对不对 消灭埃及的长子 给埃及建了许多的灾祸 使水变成雪 狮子灾 是不是 娃灾 对不对 雪灾 是不是 还有生疮 满身生疮 这种疮灾 这是不是行为 谁的行为 神的行为 是不是行为 以色列们脱离埃及人 是不是行为 那有人把这行为 变成什么行为了 人的行为 就转成了人的行为 他把人的行为 你没有这样行为 没有我规定这样的行为 你就不是行为 现在教育中间 自己规定行为 按照自己的行为 来设立标准 叫弟兄准备 照他们的行为来行 这对不对 出埃及是行为 脱离法老王 侠制是行为 隐姓 是不是这样 出埃及 去过洪海 是不是行为 走旷野路 是不是行为 进加拿大产业 是不是行为 杀家的人 是不是行为 杀洋马利人 是不是行为 杀菲尼斯人 是不是行为 听懂吗 我想法 我今天把中国人都给杀鸡 你要想法 上帝叫你杀谁 你就杀谁 你能不能杀 他们要求的行为 是行善体德 而我们这里头 讲强调的行为 是什么 是耶和华的行为 耶和华要求 以这里出埃及 脱离法老的瑕疵 脱离围奴之家 过洪海 授起恢复摩西 新旷野 把旧我倒闭旷野 新我进入迦南 承受 迦南的产业 这行为是上帝 设立宏伟的行为 好不好 他在上古时代 对以色列民 设立这样的行为 照样今天 在我们中间 也设立这样 没有行为的信心 此的信心 是没有行为的 你听懂吗 没有什么行为 没有出世界的行为 他叫人在世界 抓世界 他告诉别人 你没有行为 没出世界 没出老我 是不是 圣经这个行为 四十二三这个行为 有没有 没有过洪海 救人没死 救人没造卫矿野 是不是 新人没进迦南 很多产业 但是他们要求行为 是在神所设备的行为以外的 神所的行为是在什么 神所的意是在行为以外的 对不对 在内法以外 在行为以外的 这就说明 神所要求的行为 是在行为以外的行为 不是人想象出来那行为 谁说你能不能超越行为 那行为 你要能超越那行为 这行为 上去约南 对不对 撒家那些 撒 是不是超越行为 令法不让撒家 当我超越这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 是不是上去约南 说没有行为的信息 是死吧 死个行为 对不对 死人 死的事 必死的事件 必死的罪 必死的人 那旧人所发生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要死 好 第十八节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必有人这么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持给我 看 我边将我的行为 将 说 我边接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持给你看 我为什么 会出爱情 因为我有信心 出爱情 我将我有信心的行为 持给你看 我为什么会杀 加拿其主 因为我将 凭信心 得上帝所给我的产业 所以我进加拿地 杀加拿其主 听懂了吗 要不然他为什么杀伊萨 是因为他有信心 才杀伊萨 所以我将 我有行为的信心 持给你看 这行为是什么行为 神的行为 不是人的行为 对不对 神要的行为 不是人要的行为 这两个是 神要的行为 和人要的行为 能不能区分开来 所以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持给我 来 你指指来 你不是说 你有信心吗 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持给我看 你的信心根本没有行为 持之家强盗有行为 也有信心 对不对 你色列出况 也有行为 也有信心 是不是 这些都有行为 那你说 持之家强盗 那手脚都定着 也不能省善了 有什么行为啊 定着也有行为 你死的行为 甘愿和基督同时的行为 对不对 因为持家本身就是行为 上帝有没有告诉你 你要想跟着我 这场舍己 悲弃你自己的事 讲 把上交自己的生命了 这场舍己 悲弃自己的时间 上交自己的行为 上交生命是什么行为 要拿自己的生命 不要上交 要活着 是什么行为 没有行为 是死的行为 拿自己的行为 不要死 要活着 在地上活出主的样子 活出基督的样子 这人的行为是死的行为 对不对 你留着自己的生命 就是死的行为 你没有自己的生命 基督是活的生命 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在地上活 这就是活的 什么叫活的生命 从基督来的 死里复活的生命 叫活的 我不要基督的生命 就要把外面这重点 不要死他 别死他 死的太可惜了 把这生命活 活出行为了 是不是死的 死的 所以 你把你没有行为的心情 指给我 你那老旧人 根本没死 保罗说 我这里没有两杀 我里面 就是我的肉体之中 没有两杀 拿没有两杀的 那个人 活出两杀 你是不是 没有死的信息 是不是死的 这是一个 没有行为的信息 清楚了 你要说 你自己有信息 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息 指给我看 我有行为 我和基督同死 这就是要求行为 你别去 你听了这样 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息 你看那要求行为的 要求是 那个信息 是接不出来行为的 不是要求行为 而是要求 你这样的信息 不可能有行为的 是不是 你有死的人 能接触行为吗 种的不死 怎能生呢 不生哪来行为呢 是不是 你种的 从甲甲甲 种那奇异的东西 你不把他弄死的 还把他活着 要去荣耀神 见这个人 不是吗 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没有 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 有没有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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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要求這個人的行為,不是要求這個人的行為,要求新人的行為,不是要求舊人的行為。 讓你心之改觀一心,心是這個心,心之心,不是要這個行為,多半只一看著這個行為,就是要這個行為。 要求這個行為,這個行為是死的,只是眼睛沒抹起來,眼睛抹起來了,不是。 看不看得懂,錯得多,對比,錯得多。 一要就把他打出來了。 那肉能有什麼好行為? 那肉能有什麼好行為? 那肉能行為再好,也不如上帝所給你設立的行為。 上帝設立的行為是神的行為, 從創始期一直到七成, 所有那裡邊所設立的行為。 跟人的腦袋都不一樣。 跟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不屬於的,不是亞特曼。 這是新人來的,這人的新人。 要求他,不要求他。 對不對? 神要求的人不給,神不要求的人給。 對不對? 神要死的,他要留著。 神要拆的,他要見。 舊人最先要滅絕,他留著。 留著幹什麼? 要獻給主。 神在那邊說,你要幹什麼呢? 我獻哪? 你獻什麼?我獻這個啊? 神說,你把它放一邊放上。 隔一邊隔著。 拿一邊去。 我不要,你愛給誰給誰。 那死的就當買帳的東西給我。 跟你家兒去媳婦兒。 那我死的,要不要? 要不要? 說好了,來。 咱們就說好,咱家去媳婦兒都死了。 那人都死了,都免不清了。 都臭了,都爛了,跟你家,跟你兒去媳婦兒。 要不要? 不要。 你不要,那沒有行為的。 這行為是我立點功的行為。 靠樓體立點功的行為。 那死人,上帝要買的東西, 你把它端到上帝面前給上帝。 你說上帝得氣到什麼上面呢? 你這叫情罪主治的! 見他神的兒子,對不對? 對。 情罪的主治,對不對? 在耶穌學當作平常,把他死人送上去了。 說要活的,你就給活的。 誰要什麼,你就給什麼。 誰要聖的,你給聖的,誰要屬靈的,你給屬靈的。 好不好? 靈。 靈盤石。 靈奶。 靈工。 他要靈,你會得給肉。 那臭肉上帝咳,咳不喜歡。 你別給臭肉,行不行? 那肉死了,死了就臭了。 臭完了,你給上帝了。 上帝能不跟你急嗎? 所以他說,神是個靈。 敬拜神的,要用心靈和。 和什麼? 我說的是主說的。 不是任何人說,是耶穌親口說這話。 神是靈的,神要的是什麼? 心靈和什麼? 要用。 叫人活是靈,肉體是什麼? 無益的。 你把無益拿給主了。 你真是靈心啊不靈驗。 修不靈驗啊? 把避死人拿給主了。 這件事憑信心,脫掉舊人、穿上新人,獻給主。 好不好啊? 所以這段時間,沒有信心就行的是死。 我再馬上講。 第三節,你將你的信心,將你的什麼給我看? 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沒有。 將你的死人給我看? 你將你的沒有行為的死人給我看? 就這個意思。 那死人是不是沒有行為? 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是不是啊? 我將你的信心給你看? 我是將我的信心給你看。 你是把你的救人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 對不對啊? 你信的東西是錯的。 對不對啊? 你信的方法是錯的。 你還說你是有行為的信心嗎? 你這沒有行為的信心,你來你自己給我看啊。 這是要求他們,是強調他們,是沒有行為的信心是從死人給我看。 信方法不對啊。 謝神不信主。 是不是啊? 謝神是足以的。 最後說,你信鬼魔也信啊。 鬼魔就跟你這種信心。 你謝神是一味的,對不對? 啊? 謝神是一味的,對不對? 你信神是一味的。 你信神是一味的。 這種信法錯不錯? 信心,只給我看。 好,再往前看。 第十,二十節。 欣賦的人呢,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又一次提到了。 又一次提到了。 沒有行為的信心。 就是強調那信心是生不出來的行為,那是假信心。 對不對? 是強調這件事。 我們再看,二十一節。 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把他的兒子陷在壇上, 不是因行為成義嗎? 亞伯拉罕是因行為成義嗎? 信心。 在這裏中強調他,他因行為成義。 他為什麼因行為成義? 因為他信心所來的行為。 對不對? 那你這是什麼呢? 你不是真心,所以你沒有好行為。 對不對? 亞伯拉罕,謝神,你有這樣的行為嗎? 對猶太人就要求行為,對外邦人就要求信心。 為什麼對猶太人就強調行為呢? 因為猶太人守立法,立法本身是要求人行為的。 所以因此對那些在猶太,在立法下的人就要求行為。 就告訴你,你想亞伯拉罕這樣的行為,你有嗎? 因為亞伯拉罕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 因為亞伯拉罕是因信心,所以有這樣的行為。 對,殺人,你敢嗎?你不敢。 你敢嗎? 想把亞伯拉罕提信呢? 你想把亞伯拉罕提信? 你想看看什麼? 把兒子獻上這樣的行為。 你先看看,我們也把神給我衝成這兒子的獻上。 行不行?把兒子獻上,把這個獻上,不是獻哪個。 這是你孫瑪利,這是兒子。 伊撒,對不對?獻伊撒,獻伊撒,獻伊撒馬利。 知道嗎? 現在就這個兩個,就在這個地上。 有那個亞伯拉罕提信的,就漸漸強調行為。 因為這裡的聖經實在是奧利。 用人的腦袋沒有辦法解釋這個行為。 聽,明白了嗎? 你要用人腦來講,這個行為第一。 實在是,這個行為完全不是人要求出來的行為。 不是人地上的輸入行為。 所以他就強調,你看亞伯拉罕先伊撒, 我們祖宗,亞伯拉罕先伊撒, 是不是因行為誠意? 其實亞伯拉罕不是因行為誠意, 是因信誠意,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強調行為? 就是意思,你是猶太人。 你猶太人,你守禮法,你以為這就成義了。 但是我告訴你,守禮法,這是沒有行為的信心。 對不對? 你看,你這沒有行為。 不是要求把這些話拿過來對眾弟兄姊妹, 這些已經盲人得救,接受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做什麼的救恩。 不是針對這些人說嗎? 你把這段話幫一下,又用在弟兄姊妹說了。 弟兄姊妹! 沒有行為,可信心是死的。 你們有行為嗎? 你們要沒有行為,你們是死的。 就把弟兄姊妹給探除死心了。 用哪個行為呢? 用肉體的行為。 這裡面講的是肉體的行為嗎? 這不是肉體的行為。 現在這樣講到的人,不是一個,不是兩個, 而是拿網去,一網就一百一十八。 你信不信? 一網就一下子就滿網了。 全是這樣的傳道人, 熟血氣都傳道人,熟肉體都傳道人。 一說滿好你真高,別人都講得不得, 就你講得得嘛。 你會看,這樣傳道人就把雅各書解錯的, 這樣傳道人多過。 別講保羅的書,馬上把雅各書拿過來。 這個架子,就跟那個打入了。 是,事情。 但也得有行為呀。 你學會跟著呀。 什麼行為不講了。 然後就講他怎麼有行為呢? 就把他做標榜。 我怎麼怎麼行為呢? 我看著一個死人,我弄下去。 這個行為嗎? 我婆婆,她犯了我怎麼怎麼伺候。 就這個行為。 先講誰? 先講我。 先講我,對不對? 我。 把我抬舉起來。 我告訴你,你們要是沒有行為,你們想得救。 你加上行為才能得救。 有不成功。 完不完呦。 把對猶太人,那個魯勿信仰,沒有行為的信心。 是不是啊? 不是正確信仰的行為,拿回來。 挨個地形此正。 你們是不是沒有行為? 修桥捕路了吗,修桥捕路了吗,做好人好事了吗,行善既得了吗,就把这东西拿回来了。 你向雷锋学习了吗,你还说你是有行为吗,你看雷锋的行为,马上把地上的标子拿出来,把地上的雷锋拿出来,把孔帆子和教育录拿出来, 没有这行为,没有这行为,你别说你的行为,你别说你的行为,我虽然没有知道,没有听见他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把那行为的标准就把孔帆子和教育录,雷锋拿出来,心里就想那行为,你们从前有没有想过那行为,做好事。 你想这个行为,就得做好事了,就往肉体上做好事了。这是肉体做好事吗,雅巴拉还是死,伊萨是雅巴拉还是命。 是当老的时候,伊萨给他的应许,给他一个儿,那儿就是承受他产业的,而且是他的命。 证明,这个命传递在伊萨的身上,对不对,产业都在他身上,最后杰华要把他杀,是不是能够把自己命拿。 这是拿命啊,那个大儿感觉这个二儿怎么还陷着我。 这句话干什么呢,大儿子和那个小老婆都搭在那里了。 剩下这个是我这个伊萨拉生的,剩下这小儿子吗,还得献上。 要没有信心的完不完呢? 完了。 有没有信心完不完呢? 完了。 这是我的命。 上帝是叫你献上新生命,对不对? 对。 是不是这个行为? 现场新生命是凭思细现场新生命的。 这行为,是人的行为吗? 不是啊。 是哪个行为吗? 不 Chao 不是啊。 是欧阳海的行为吗? 不 Chao 是欧阳海的行为吗? 不是啊。 bağ Frela bur plus your businessFa 英雄形象嗎 楊子龍打鼓善善嗎 是嗎 到底哪個行為 有人就幫他 你看 英雄兒女那種王城那行為 是不是啊 跟敵人同為於盡那行為 那英雄形象拿出來 你對我真要行 是不是啊 因為這樣行為 你還說你能成熟永成嗎 壞了 壞了 他這麼一說 有許多聖經上的壞了 不合了 對不對 有許多的恩典中間根本就沒有什麼行為 但在上帝眼裡看 信上帝所猜來 就做主的功 這就是行為 對不對 師父長 我們現在正在做功呢 我在這做功 你也在這做功呢 你在這信到 我在這講到 就是神要的行為 對不對 是憑信心到這裏聽到的 甘心領受這道 不是出於勉強 不是出於逼迫的 你們到這裏聽到的 這行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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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來的 從哪來的 不是勉強的 不是硬逼著你 不是這本鬼拿死了 那你去不去 那不去今天 那你前面 衝著進去前面出來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是 我去 是不是 現在就發現 牆壁的弟兄姊妹 永住體力發出行為 特別 沒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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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你 你看保羅呢 根本就沒有行為 別說保羅 保羅沒有資格來講到 雅各的有資格 不給講到 對不對 保羅呢 肉體還行善 理智行善 有肉體還沒行出來 保羅是 不是好行為 這叫什麼行為 啊 嘿嘿嘿 雅各的行為 也雅各的 是有性有行 性加行 這是正確的 保羅呢 他說他 肉體還沒有兩三 那肉體還沒有兩三 怎麼得永生啊 完不完啦 用雅各的 否定保羅 雅各講的不是舊案 保羅講的是舊案 聽懂了嗎 聽清楚了嗎 雅各是死在 是死在那些 猶太人信仰錯誤 他因為有錯誤的信仰 因此導致錯誤的果效 對不對 行為是果效 信仰是根基 因為這個根基錯誤 說上面建造的行為 都是錯誤 是不是只剩這件事 那有多少人 把雅各書拿過來 找一找 看誰適合我們扣 扣不扣 扣不扣 這個扣下 大儀說你別往我這扣哦 把這扣一下 你別往我這扣 把那扣一下 挨個人腦袋上扣 有沒有 有 是不是我在這扣吧 不是 我沒有編哪 從前不認識主的時候 都把雅各書拿過來 扣在我身上 有的時候 拿來個書 那個話語往自己的腦袋上扣 別人扣不上 往自己腦袋扣 你不要扣 你不要扣 你也不要扣 你也不要扣 我自己腦袋扣 你要知道那個東西是給誰的 好不好 那東西給誰的 對不對 媽媽拿一個骨頭 放一個東西 放一個東西 然後就 啪 哈哈 你跟這骨頭 跟你媽媽那塊頭 媽媽那塊頭 媽媽那塊頭 加一塊骨頭 啪啪啪啪啪 撿起來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 你覺得那塊給誰的嗎 那骨頭給誰的 那骨頭給誰的 兒子需要吃那骨頭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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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雅各書那條經嗎 寫給誰的 是寫給奴仆的 對 聚集救恩的奴仆 還是寫 寫給那些 已經接受救恩的兒子 奴仆的 我們看清楚了沒有 所以看聖經 那聖經針對性 那針對猶太人說的 對不對 針對猶太人信仰錯誤說的 把它拿回來 應用在外方人世上 這時候想過你的 對 對 拿個瓦頭 早上去看得太涼了 拿大瓦子 他們當口罩 騎著這個車 我走半道的文在想 不是為什麼 走到誰看到誰就說 誰看誰就看到 可能今天我躺著 比別人更漂亮 看到 其實這名車 不是那種 既然是想被人 sistem 可能是要 喝了 什麼 你們可以說 話不話 你 那話是往嘴上叫 甚麼 是 不是 你得看好了,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把他忽略了。 神不是给我们写的话,你把他用过来。 有许多的错误,是不是啊? 把定有什么,全部定罪了。 你们全部没有用神,全部没有神明,全部怎么怎么样,全部下地狱了。 耶稣说你们定人的罪,天父就必定你们的罪。 是不是啊?你得看看耶稣基督的标准是什么? 凡见子而信的人就有入圣。 不在乎守守,不在乎肉体的行为。 是不是啊?那是在行为以外。 什么叫行为以外? 前书是不是在行为以外? 罗马书是不是在行为以外? 前书一章怎么说的? 行为以外的行为。 行为以外的行为。 行为在后书。 一章九节。 行为以外的行为。 九节。 神救了我们,以圣照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你必须把这行为要看成是,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不是按你的行为。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以圣照照我们。 对不对? 是祂主动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神救了你。 得救不得救不在乎你。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那那篇经文是卡犹太人的。 那篇经文是卡犹太人的。 你把卡犹太人的。 别犹太人的。 赌犹太人。 塞犹太人口的。 那个行为拿回来。 是证明犹太人千天强调行为。 但你却没有好行为。 这个时候,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那那圣经文是卡犹太人。 这边告诉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那按祂的旨意和恩恋。 对不对? 旨意和恩恋。 不是按行为。 那按旨意和恩恋。 谁旨意? 祂的旨意。 那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又把我们的行为端起来,你想死。 是要求行为。 要求谁的行为? 是要求行为。 这行为要求。 是要求犹太人,是要求外国人。 为什么要求犹太人? 犹太人强调行为,守律法强调行为。 你律法本身要求求行为。 所以,雅各用行为来卡犹。 你不说你守律法守全了,你把你的行为指给我看。 你那不是行为。 因为你那是死的行为。 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把这个要求犹太人不接受救恩, 这个行为拿过来了, 扣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接受救恩了。 我们没有要求自己行为啊。 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的行为啊。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是我们正遵行三十一。 我们不强调自己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遵行三十一了。 对不对? 犹太人强调自己行为的时候, 他就没有好行为, 所以不遵行三十一。 听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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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难的。 因为我们就活在这颜色里, 这就是颜色里。 就离他最近的, 很容易帮着跳到他里, 属肉品。 我不属他。 他也不属我。 神要求的不是要求, 不属我的行为, 是要求我。 这是我, 这不是我。 这是我, 这不是我。 这属主的, 这属天的。 这神的儿, 这不是神的儿。 这属地的, 这属天的。 这属肉体, 这属灵的。 不是要求这个, 是要求哪个? 灵的。 要求灵动, 不是要求肉的。 要求灵的行为, 不是要求肉的行为。 他们没有是因为他是死的, 那心里是死的。 我们有, 不是, 那雅各说那要求那行为, 不是这个行为, 是这个行为, 但我们有, 他们有。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 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 对。 我们不属肉, 买属圣灵。 对不对? 对。 这句话天天联合。 不守他们。 住在他们, 不守他们。 在血气中国, 不凭血气挣扎。 来。 好不好? 不凭这个挣扎。 对。 他活着他是死的, 他看不见他是活着的。 他能看见他是死的, 他看不见他是活着的。 看清楚了吗? 哪个能看见? 这俩哪个能看见? 虫生的生命, 和属肉的生命, 哪个能看见? 看见他是死, 看不见他是活着的。 看见不属于我, 看不见他是属于我。 谁能救我, 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上帝要我, 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不是要, 老我去心在善事内心。 这屈死的身体。 明白吗? 明白吗? 一定明白吗? 明白吗? 什么事啊? 谁能不能撤出这样的奥秘? 这是奥秘。 对。 看不见这里有一个人, 要求的不是这个人, 要求是这个人。 要求这人死, 这人活, 活出来。 是这人活出来, 不是这人。 这人不能活, 这人非得死。 对。 你要求这人活, 你就等于逼他早点死。 他根本就活不出来, 真的死了。 对不对? 对。 谁要求这个活, 那谁都有问题。 谁要求这个活呢? 要求这个活呢? 举手呢? 要求他好好活出来。 肉死灵活, 我死基督活。 我买, 我买我, 我买我, 我买上标, 买上标, 好吧啊? 好,再看,雅各叔,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 这信心与他的行为,不是与他的行为,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不是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的。 这两个行为,他二人不同行,他心就两个人呐。 这两个人不同行,怎能同行呐? 我立志行善,有的我,只是那人形成有的,他俩同不同行? 我都会信心。 心就两个人不同行,所以上帝才提倡你托起一个旧人,穿上新人。 你把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谁这么看呢? 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哪个行为? 信心与哪个人并行。 看不清楚,不懂别人去做了。 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还是信心与他的行为。 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他活了,因心而活了,因意而活了。 他听懂了吗? 一个人这么解释,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只有保罗说,我历史形成有,行出来以后等过。 所以你脱去就是谁能脱离这屈子身。 最后要脱离了,他说,信心与行为并行。 誰這麼看呢,信心與祂的行為並行, 信心與祂的行為並行, 救人與新人的行為並行, 是嗎? 神不神? 既然聖經提到新就兩人, 你就得用新就兩人來解釋這段經文, 你不用新就兩人, 那你沒明白,你就信心與祂的行為, 信心與祂的行為, 這個信心好了,這個行為就好了, 保羅信心好不好? 好不好? 保羅信心好嗎? 他倆並沒有並行? 沒有 沒有 沒並行啊? 保羅有信心嗎? 有 神寫健身的使徒不? 神動用的不? 是 信心與祂的肉體裡的行為並行嗎? 沒有 完了 完了 完了,是不是啊? 完了 那麼一講就完了,對不對? 完了 從小都這麼講,是不是啊? 信心與祂的行為並行 信心與祂的行為並行 信心與舊人並行 肉依林並行 對不對? 心裡想什麼肉體就做出來 對 因為心裡充滿嘴裡就說出來 對 心裡充滿了新人 從新人裡發出來 對 對不對? 惡人他裡面發出來就是惡 對 新人發出來就是殺害 對 對 耶穌是這麼說的 對 耶穌是這麼說的 對 他得成反了 他就說出來 保羅如果是這麼說的 還要說 我心裡願意的善 我都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都去做 如果 如果去做 我所不願意的 我就應成律法的善 既是這樣 就不是我做的 那是住在我裡頭的罪 這兩個分開了嗎? 分開了嗎? 你看多講兩心就兩人 講來講去 最後你心心一大病情 這一段就病到一起 我們冰瓜的人多不多 冰瓜 心就兩個冰瓜 肉靈冰瓜 所以我們一起冰 冰不上硬來那場的冰 瞪著眼就冰 冰不上硬冰 就往一塊河 河不上硬河 就是 什麼 河不上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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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與罪 兵性於哪個 這個行為是兵性的 聽懂嗎? 對 舊人與舊事兵性的 舊人與死兵性 舊人與復活聯合 新人與復活聯合 這兩個你都得聯合成 这两个背景分得清清楚楚边缘,你看这讲清楚,否则是吧,一讲就错,一讲就变了。 那变得人多的是啊,是不是这样? 我说不说错?没办法,上帝不是要你这个人做什么, 你这个人要顺服,能够按照主,凭着信心把对人信死,最大的做到什么。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倒顺服神的律。 那他俩怎么并行呢?能并行吗? 你看不看清楚?看不看好? 如果按照我从前老祖宗遗传的讲完不完呢? 圣经与他并行,可使出过圣经矛盾了。 圣经告诉你,听过他的道理,他就学了他自己,就要脱去从这行为上的什么人。 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一而活。 这些人说,谋不矛盾? 谋不矛盾? 什么矛盾呢? 谁能救我脱离,再取死他。 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两下。 咱们分不能光在那个地方分,光在罗马座那地方分。 这地方分不分? 这医生就是分的,对不对? 医生就是分的。 但你不给分,你给他病了。 你把新人和旧人病在一起,一家。 行不行? 一定是。 这地方好像是很枯燥。 但我告诉你,你回去了回头,你再下去听,这个内容不枯燥。 你看,在网上清掉。 清一来劲,就这个地方,是不是? 哪个病性? 这个人和死病性。 这个人和生病性。 心灵因一而活病性。 心灵因信耶稣之父因一而病性。 他是义人,他不是义人。 现在把肉体当义的人说不过。 肉体因一而是,肉体不能义。 肉体也没有义。 他也不能去义。 行义的才是义人,是指他说的。 行义的才是义人,是指这个人说的。 从神生的,不会犯罪那个。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因为肉身会犯罪,上次才给你具备了从灵生的。 从灵生的和义并行。 从肉身生的和罪并行。 从灵生的和生并行。 从肉身生的和死并行。 从群家跑到西来越了解。 我接上去迷腿的人说轻 Sang嫌叶, 我看上去草的金钢袋师准备之境醒。 谁还是市贤XX。 在哪樣的,哎咱們幹咱們的,蝦吊酒的,咱們都是屁股, 咱們也照樣屁股,是不是啊,蝦咱們哪地方都是屁股一晚,吊酒的正好,不花錢就沐浴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那麼認爲? 就是小人信仰就那麼新的, 胡了八禿的信, 咱怎麼信都一樣, 咱都講聖經, 講聖經和講聖經不一樣, 不一樣 我今天講的不信你再去找,但有沒有這麼想的? 沒有 分開就講 那肉體和靈怎麼分開呢?分開不就死了嗎? 要斷氣了嗎?斷氣才好呢 分開的目的就叫斷氣 就叫做死 對不對? 聖經制度說分開的目的就叫 伊瑟瑪麗和伊撒分開 照樣我們肉與靈分開 對不對? 對 所羅王和大衛王分開 照樣我們今天 那屬肉體和屬人生命要分開 救人和新人要分開 分不分? 分不分 你講這地方的 並行的這麼好 這並行啊 那能並行嗎? 也是指 心裡這個弟子和你的新生命是一致的 從神生的生命 我的靈和主的靈是一致的 這倆是並行的 屬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這個屬肉體的人 體貼肉體的事是兩個人 體貼兩個人 對 對不對? 對 體貼肉體這個人死 體貼聖靈這個人生 這個體貼聖靈 這個體貼肉體 不是嗎? 是 對不對? 對 我吃點飯就是體貼肉體 睡覺就是體貼肉體 是嗎? 這是奧秘 這是奧秘 對不對? 沒有神的靈 你不會說出這句話 你信不信? 信 沒有神的靈的同在 我不會說這句話 我現在這裡是神的靈 在說話 越來越神 越來越神 把整個這個神明提到更高的地方 如鷹 在上面 不是在地上 老鼠都在地上跑 蛇都在地上爬 對不對? 毛和蟲都在地上 唯有負擬 對不對? 唯有負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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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藍鐵上 想想看 碗碗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山下的翅膀 上去天空 上面 狼翔咬人 鷹咬不著 豹子在地上咬鷹咬不著 老虎咬鷹咬不著 看著它 應超越它 對 好不好 魔鬼今天 你要超越它 好不好 好 你非得超越它 它是靈 你必須用你 從神來的靈 來超越它 因為從神來的靈 有權品 有能力 有榮耀 魔鬼看的人害怕 你就在那大陸底下 我天天受魔鬼的欺壓 你看 我天天欺壓 欺負你的 聽懂嗎 要不要受寧 要神國魔鬼 怎麼生 不信心神 超越神 神明必須上它 對 我們必須從這兒 放開 一點點數量神明就差大 就並掛槳 你講一輩子 我告訴你 你自己神明不得見長 別人神明 掌揚 什麼食物就是什麼土 對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你講 無非他跟你學的 他所學來學去跟你差不多一樣 因為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仆人不能高過主人 你這當老實驗 你教出那學生 你就按照天誠題 信心和行為 信心和行為 並行 對 人 這病情 都重要 和這個病情 和這個行為病情 仙人 和仙人的行為病情 救人 和救人的行為病情 听懂了吗,两个人别走到一起去,行不行,求求你了。 因为有肉人,那旧人那旧的行为和他是相称的,旧人因为行为不好死了都相称了吗? 一个行为是从旧人里发出来,那旧人的行为就是那死刑是从死人发出来,那死人因为有死刑所以他死了,正合适。 可是他死,你用信心把那个不属于你的旧人歇死,这个信心蒙越大。 对不对,新人因信心而活是相称的,因为新人的行为是和新人相称的。 读吗?就读吗?下个再讲就有意思。 给你开一个锅口,给你打开一个锅口,下来再讲,你别按照你这个行为和这个行为并行的,能行吗? 不信了。二人是两个人,双生。两个人,两个人同不同心? 不同心。 他要行善,他要做饿。他不想做饿,他要做。他愿意的善,他不做。他俩同不同心? 你别管二人不同心,咱俩不同心,怎能同心?光这么说。二人,不同心,怎能同心? 救人和新人同不同心? 要同心保罗,谁能救我?脱离这一屈死的,要脱离,对不对? 这些人要灭绝,要重心脱离,还有灭绝吗? 太好了吗? 谁编的?我编的吗? 我编的吗? 不是啊。 我造的吗? 不是啊。 如果那话不记载在圣经里,就是往王爷昊变的。 如果挂记载在圣经里,谁说王爷昊讲错了,那这人就是错了。 听懂了吗? 我没评肉体讲,你放心吧。 上帝不会借着我不评肉体讲的情欲的东西给弟兄姐妹听,一听就出错了。 对不对? 我没讲错。 我就得把灵和肉分开了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看见了,清见了才得一场的造就。 属灵的上面的造就。 我不能前前告诉弟兄姐妹,你就在这里修炼。 直接修炼。跟佛教一样,我在这里修炼。 用救人活出新的样子。 我不能那么讲。 你杀死我,我也不能那么讲。 因为我不是遵循人的旨意, 但是遵循我在天上父的旨意。 对不对? 他怎么让我讲,我就怎么讲。 他怎么感动我就怎么讲。 对不对? 我讲这个课题讲了多少天了? 在你这几天讲了两天, 在他上讲了五天, 他在别的地方又讲了四天。 讲了这么多天, 就这一个课题。 我连换了你一块。 跟张家坤弟兄们讲这个课题。 跟古城讲这个课题。 我还讲这个课题。 你没变。 对不对? 难道说编出来吗? 你给我编一编试试试试。 那是有圣经确切依据的。 没有确切依据,你怎么编呢? 就算要让你编, 你能不能编这么多呀? 能不能? 能不能? 写小说吧。 那写多少? 这是神的话, 不需要编, 对不对? 就按照神所指示你的话。 封丰富的神的话。 对不对? 测试的。 这奥秘是什么? 超过人所求、所想的, 已经是你测试的。 对不对? 它丰富的智慧。 不是用人的头脑所做的策略。 对不对? 你就在这个肉体里, 你就没有超越的灵性。 最后咱们可以想, 如鹰展翅上高山。 灵性上高山。 好不好? 好。 这是一点点往上升的。 不是一下子上去。 好吗? 鹰也经过了脚风摸除。 鹰也经过了三盏翅膀, 他在翅膀里面才能见鹰子。 他在翅膀里面才能见鹰子。 一开始, 老鹰看到鹰子差不多少了, 喂的差不多少了。 老鹰用翅膀进那个窝里, 一脚那窝仔的, 鹰子就不行了, 就在那窝里待不住了。 就开始这么, 俩爪抓在那个窝旁边, 翅膀就…… 看吓吓吓吓 fermented嘛! 爬吓吓吓! 这一山的 Olive Garden Humor forbind out Catholic Churchinen Naginiqu 这一山, 翅膀就有没有地附众发光发达了。 发光发达了就捡sch용, 最后呢, 山,很多次多少阳, 它到岸陰每一次都这么角度摸手, 不让它在在窝里头�。 就是跟他去角度。 最后呢 这个老鹰把那个鹰仔 抓起来 飞飞飞飞 飞了老高老高 几千米高度 啪一松滑的 鹰仔就跟他 咔咔咔咔咔咔 快要掉地的时候 老鹰撒里扶下来 一下把他拖住 拖在两翼之间 就天天这么多点 我们这属灵的生命 也像鹰 那个上帝 像鹰一样锻炼我 每一天就这么锻炼 使我们就属于什么 更有超越性 主要操练哪个 操练肉体 艺术还少 你别偏偏修炼肉体 操练肉体艺术少 最操练的就是 敬虔 操练心 对不对 里面的 一层滚烧有心发生 心没操练 你永远没有超越性的 遇见环境就倒塌 一见水虫就倒塌 对不对 听清楚了吗 闭幕 使你的话语 在我们心里 生根剑刀 使你的话语 在我们你的 生根发芽 你将你自己的 遇到栽种给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 遇到上扎根 每个弟兄姊妹 都建立在 基督的磐石上 风吹雨淋水中 逛个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地 在磐石上 主那些 不听你话的 就如同一个 愚昧的人 把房子根基 扎在沙土片上 风吹雨淋 撞着房子 房子就倒塌 那些倒塌了很大 我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求你来引导我们 我求你算议我们 每个人在基督里发生 照着主你所指引 我们的路往前走 望着你的标杆直跑 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你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光 为主做见证的 就是这话 就是这经 离开圣经没有真理 离开圣经没有见证 离开圣经没有生命 离开圣经没有我们一切的追求 没有荣耀 为主在圣经里去看见主你的亮光 因为你的话语 必能引走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你叫我们记住真理 你的灵在我们终结运行 你的灵在教会中间运行 你必死教卑在基督的真道上合一 你必尽找众作的弟兄姊妹 都能清楚明白知道你救人的奥秘 求你不叫我们凭着肉体 那是凭着你圣灵的带领 求你按照你自己能叫万里 恢复自己的大能 托迹你自己的教卑 把那些糊涂的人从离房中间引导过来 把那些价钱时话语的人从教会中间处去 求你亲自在教会中间拘手为掌门权 求你引导你自己的众多儿女都在真道上同归一 按照你自己的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 叫你自己的教会众弟兄姊妹都能合一 在真道上合一 在基督里合一 在基督里见到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祝你赐福马尼的教会 求你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求你借助我们的祷告 你大大地复兴你自己的教会 复兴起我们的心灵 复兴起众弟兄姊妹 求我们都能勇敢地站起来 为你福音打了美好的圣仗 求你拆遣我们出去收个庄稼 你打发我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使我们今天站起来勇敢地 为你真道做美好的见证 与假道进行抗争 撒旦进行征战 求你来帮助我们 就你所做的 你的旨意从打在这个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横投在教会中间 如同行在天上 从你亲自来成就你自己所做的 但愿你的旧恩不至于徒劳 但愿你的旧恩在这个世界上 快快地成就 主我们感谢你 耶稣我愿你再来 我盼望你再来 我们都盼望你来 你来的日子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 你来的日子是我们身体得熟的日子 求你快快地成就你所做的 我们将树木得救的树木填满 我们将你的旧恩传回犹太 我们感谢大美你 因为犹太就和土地同在 我们求你来拣选那里的人 我们要你的日子满足了就拣选他们 中国的君王 陈仔 将军 父虎 壮士和围奴的自主的 都交走在朱尼的手里 是他们都能够弃假归真 把假的信仰弃掉 回回到圣经真理中 中国就是神州 神州而你必归回到神的怀抱 才有失望 如果不归回神的怀抱就没有失望 把国家的领袖都交错在朱尼的手里 祝福你不丢弃他们 进入我们的祷告 求你速速地拣选他们 他们都能来到你面前 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 这个恶龙从中国出去 一些假的信仰从中国出去 那些迷信的从中国出去 快快地引导更多的人归向你 祝你给我们智慧的口才和能力 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善功 神奇奇事和各样异能随我们做见证 免得有人毁谤这道 希望那些人都能服在你的权柄之下 我们供各样坚固的盈磊 我们一些自告指示都从我们中间挪去 我们专业地降服在朱尼的话语中间 听于我的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上的尊名求的 阿尼 阿尼 谢谢观看